美军新战舰雷达升级,号称可拦截东风21D导弹,网友评论大量。 5月10日,美国英格尔斯造船厂宣布,该公司已经开始建造首艘阿利伯克三级导弹驱逐舰《独卡斯号》。 DBG-125。 据介绍,该舰首次装备全新大型有缘向控阵雷达,号称能拦截被称为中国航母杀手的东风-21D反舰弹道导弹。 东风-21D中程航舰弹道导弹是中国专门为应对航母威胁,而研制的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导弹。 据防务新闻杂志网站5月11日报道,英格尔斯船厂宣布,他们已经开始DBG-125个建造工作,目前已经切割了首批100吨的钢板,该舰预计2024年服役。 据悉,鲁卡斯号是2013年时美国海军下达订单建造的5艘伯克2A型驱逐舰之一。 为了加快伯克3型舰的服役进度,美军决定追加投资,决定将鲁卡斯号作为伯克3级首舰建造。 为此,鲁卡斯号的建造成本大幅度增长。 2017年6月,美国政府与船厂签署合同,不过建造工作直到最近才开始。 伯克3级驱逐舰是对伯克3级驱逐舰的重大改进,其船体的45%进行了重新设计。 改进的核心是安装A&Spy6有原项控制雷达,并增强全舰供电能力和冷却能力以满足新型雷达的需求。 防务新闻称,新型有原项控制雷达比岛仙伯克及使用的A&Spy1D雷达灵敏度提高了30倍,这意味着该舰的防空防导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 美军退役区逐渐舰长,现任费力部里奇集团顾问的布莱恩·麦格拉表示,A&Spy6雷达是美国海军新装备,各方面性能提升,可以追踪更快速和更小的目标,探测距离也更远,给予舰长有更多决策时间,可以确保美军领先于中俄军队。 观察者网5月11日评论称,虽然美军宣称A&Spy6雷达领先于中俄,作为多功能大型有原项控制防空雷达,Spy6比中国在052D导弹驱逐舰上装备的346A火控雷达晚了很多年服役, 而伯克三级驱逐舰的预计服役时间,也比中国海军055型大型驱逐舰要晚。 文章认为,Spy6雷达的主要优势是提高反弹道导弹能力,能够评级更高的探测精度和距离, 对中国东风-21D反舰弹道导弹,进行远程预警并指挥美军标准-3,标准-6导弹进行拦截。 不过,中国媒体指出,随着高超声速导弹的快速发展,Spy6的这种探测拦截能力正在迅速过时。 对于美军新建造的导弹驱逐舰,有网友评论,等到它2024年服役的时候,我们用东风-100导弹来打它。